大家好 这次游戏废人 这次飞兰天空1.5周年 相信大家都补了不少卡池 我自己个人也是在这一次的活动 也抽到了不少 应该说歪到了不少 过去没有的角色 那有几个角色抽到以后就开始在想 我没抽到之前都完全忘记这个角色的存在了 但这个角色之后有用吗 然后研究了一下发现 其实游戏里面有几只角色 目前可能大家都不会派上场 可是因为他的数值设定 或者是他的特性设计 我觉得官方很难帮他出新角色 因为一出有可能一不小心就破坏平衡 所以我个人认为这些角色可以说是未来可期 当然我们都知道9月中的时候 官方要进行技能进化 但毕竟技能进化不会所有角色一起改 而且到底会怎么改我们也不知道 所以今天来讨论的就是 根据目前现有的角色技能 就是已经开放的原皮角色A版加S版的技能 有哪些角色是目前被人弱 但未来出的新艺装有可能直接翻身 立刻变成T1甚至T0的前段班 我自己有列出来的5个角色 当然这5个角色是我自己评选出来的 大家也可以自己想看有哪些角色是自己认为 比较有可能未来直接翻身的角色 当然如果官方要直接无视之前的角色特征 或者是规则直接出一个超强角色 也不是不可能啊 不过这种大概就是首总司令官出来吧 不过首总司令官出来应该就游戏要结束了 所以我还是不希望走到那一天啦 那就先从我自己认为的第5名开始讲起 3EX的卡罗尔 为什么我会把卡罗尔认为是第5名呢? 3EX的特性就是技能角色都能欠费 3EX每个角色刚好都有直接对应的一个性质 卡罗尔对应的就是攻击手 所以卡罗尔我们可以预期 未来可能会推出可欠费的对HP加50%单体攻击 当然还可能会有一些额外的附加效果 再加上3EX有爱玲的存在 爱玲可以让欠费角色快速的直接回到没有欠费状态 所以有可能在特定的情况下可以灵活发挥 所以我会认为卡罗尔是第一个 我觉得未来可期的角色 再来第二个当然就是跟她搭配的爱玲 除了有让指定角色的SP变成3的特殊技能外 而她目前也是唯一自带连级大还没有出新异装的角色 目前有自带连级大已经出新异装的角色 罗莉塔冰冷这两只都超强 虽然爱玲自带连级大稍微比较可惜一点 因为她自带连级大最多只有两段 而因为有增加暴击率所以消耗的SP也比较高 但不管怎样她还是帮自己自带连级大 再加上她也是3EX的角色 所以她攻击招式同样可以欠费 所以相比前面两只她的SP消耗 可能反而没有那么高 那当然我前面讲到帮指定角色SP回到正的技能 只有爱玲友 所以她自己如果变负数就没办法帮人放了 所以在辅助跟攻击上她其实也没办法兼顾 但不管怎样她还是有连级大 连级这个技能我们都知道官方从出完李硬下以后 就完全不敢再帮新的角色出连级buff剂 之后有再出带连级了 就只有三斜可以帮自己放连级 但那个也是连级小已经不是连级大 所以在那之前出过连级大角色剩下的也就只剩爱玲 也因为有这个buff的存在 再加上有欠费的特性 即使爱玲是对DP 我认为她未来还是有可能会是一个值得发挥的角色 甚至就算她没有强化 只要其他的3EX角色有变强 就像我前面讲的卡罗尔 爱玲她本身作为3EX的专属辅助 也会有发挥的场合 再来第三名 月城最终 月城跟修女是游戏开始时 唯二拥有象征的角色 那目前有象征的角色有三只 第三只就是女仆仓景 但仓景是本来没有象征 在女仆版本才增加象征功能 而修女作为早期兵队的主力输出 也是靠着她的象征威能 而修女的象征则是需要靠 放补血或者是放攻击技能 但她的攻击技能会扣DP 但是月城的象征就比较方便了 消耗5SP帮自己增加技能攻击力 增加1-2个象征 而且还有额外追加回合 所以她可以一次累积很多象征没有问题 当然你的SP要够多 她缺的就只是一个强力的攻击招式 所以如果未来月城维持着她象征的特性 只要那个新衣装的技能不要太废 同样看象征 月城都很有可能会可以 一月成为游戏里面最强的打手 所以月城是我排的第三名 再来第二名 是一个比较出乎意料的角色 命吹雪 首先她目前虽然有用 但作为一个暗属性的debuff 其实她并不是靠大招 而是靠她的小招 她小招有单体降暗防 以及敌方全体降防御 而且消耗SP都不多 一个消耗6 一个消耗5 大招是上脆弱 以及上灾2 其实也不算差 就是没有到感觉特别强的情况 不过作为暗队的debuff手 现在是有上场的机会 可是命吹雪 其实她并没有属性 她目前出的三只角色 都是无属性的 尽管她整体来说 看起来像是偏暗队 而我们都知道 现在官方有在推大属性阵 目前已经出的是火属性跟光属性 而以现在出的角色来看 虽然说大火阵以及大光阵 都是出在3EA 可是我觉得官方不太可能 把剩下三个属性 也全部都丢在3EA上 所以应该会放在剩下的角色 而目前拥有大阵的角色 都不是拥有该属性小阵的角色 此外现在有大阵的角色 是Buff手以及Debuff手 所以我们可以预想 Debuff手或者是Buff手 未来她有可能会增加阵的角色 目前所有角色里面 我个人认为命吹雪 是最有可能拿到暗阵的角色 因为毕竟石瓶正夜 她已经有暗小阵了 她如果拿到暗大阵 只要暗大阵本身额外带脆弱 或者暗大阵本身额外带降防御 只要有这两种效果 其中一个命吹雪 都可以直接变成暗队踢领角 虽然现在已经算是一线角了 但就可以直接让她逾越成为Buff的关键角色 甚至让暗队直接提高到另外一个层次去 所以她是暗阵我现在认为的 期望第二名 那剩下还没有出的冰大阵以及雷大阵 其实我还没有办法预料 哪个角色比较有可能出 因为毕竟命吹雪她本身非常偏暗 所以她出暗阵也算是 比较符合游戏的设计 而最后一个 我认为现在最未来可期的第一名角色 那绝对就是钟木骚 这次出的永中国剑 是游戏里面第二只永远补SP能力的角色 钟木骚她原皮消耗13SP补5SP 光国剑是消耗11SP补3SP 而且只限光属性 现在我们都知道 角色都越来越花SP 不管是出现了消耗18SP的招式 或者是一个角色她要多攻 需要放很多次招 即使我们有三条OD SP都还是可能会不够用 钟木骚的补全体SP 就有可能派得上用场 再加上钟木骚她本身就是Debuff手 我们都知道现在游戏里面最容易会突然一个爆强的 就是Buff或Debuff 虽然我前面有讲到 我没办法预料冰属性或者是雷属性的大阵会在谁身上 但钟木骚其实是我预料 未来有可能拿到冰阵或雷阵 任何一个都有可能的角色 那因为她已经有出过冰属性角 但她又有降雷防的小招 不管她拿雷或冰都有用 再加上她本来的圆皮为SP的技能是可以继承的 所以未来钟木骚即使她没有拿到大阵 出一个技能有用的益装版本 都可能可以发挥出用场 当然如果她拿到大阵的话不用说 就绝对会是那个属性的关键角色 所以钟木骚是我认为目前最未来可骑 也可以最期待她出新版本的角色 那以上就是这一次我自己个人整理 前五名我认为未来可骑的角色 当然因为官方九月的技能进化 还是有可能很多角色会翻身 但最主要还是自己喜欢的角色 有没有办法上场 那老实说其实钟木骚可能多少也带有点私心 因为钟木骚我很早之前就抽到了 而且还有练她 因为毕竟我自己也算是一个镰刀控制 很不幸的 这款游戏里面拿镰刀的角色 不管是杖还是钟木 真的算比较强的中剧 其实我到现在都还没抽到 以上就是这次影片 如果大家喜欢可以帮我按赞订阅分享 那我们就下支影片见 拜拜